自从2017年实施修订负户政策以来 截至2023年的月底 大概就是有3200个租户在政策之下 交回或者被收回单位 包括家庭入息或者总资产正值 是超越了限额 在香港拥有住宅物业 选择不作出申报 或者是缴付额外租金的住户 在购买资助出售房屋计划单位等等 确保公营房屋资源合理运用 一直都是政府和房委会重要的政策方向 房委会也会就此透过一系列的房屋政策 和措施去打击滥用公营房屋资源的行为 现在的公屋住户用录表资格申请资助出售单位 并没有入息资产和物业拥有权的限制 但是所有的家庭成员都需要签署同意 在扣得资助出售单位之后 就需要交还公屋 事实上 以近五年来说 平均每年因此收回的公屋单位 都是大概有三千六百个这么多的 现在我们是会检视 并且考虑如何收紧相关的安排 应该是可以通知本位 没有制作才能 就在到台湾上 该都是地人的 有机会 这种方式就是 本位的精美 这是大传统的 你们才能 我数倍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